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晚上我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后面结尾怎么说呢 我都差一点被别人 那时候是那时候嘛 现在是现在嘛 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你要不要考虑那时候的事情了 你说现在的事情 那时候是 我的意思是 我说了这点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差点被 有一个人 被他听见了 谁啊 谁听见了 然后 我后妈只关着去看 我小妹的话还小 她在那里旁边在哭 当时的时候心里很崩溃 我想说到实体 我想说出来 结果被别提的时候 被她听见的时候 以及对我 要是我妹妹长大的话 她能保护我了 我弟弟又不在家 我爸爸又不在家 我亲妈的话又不知道去哪里了 但是说我最恨的是我后妈 遇到一个这种后妈 对我这样子 所以说 我都不怎么敢说这些了 家妈知道吗 我现在 就是 心里有意义了 心里有意义了是吧 对心里有意义 就是 害怕了 安安哥 我跟你说嘛 其实 一句话 不是 就像昨天晚上 有一个叔叔怜我了 就像他说的一样 他说什么了 就像他说的一句话 就 活着活着是自己 怎么怎么样 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面 就像他说的一句话 也是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 想来很多很多 你跟路上 你跟路上 跟你面的吗 路上跟你们两个 面面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看他 我当时的时候 他说的真的 比我爸爸 还 还懂 真的 当时的时候 连我爸爸都不会说这些 我爸爸的话 我跟他打电话过 他说 你想走的话 可以走嘛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钱的话 他慢慢来去还就可以了 我爸爸是这么跟我说的 当时的时候 路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他说了很多很多 就像自己的抱亲爸爸一样 讲了很多很多 他的意思就是 以后 等你自己可以了 再回来 报答自己的爸爸 对 要么 他说 要么 再回来 报答 真的 对 你爸说的 对 你要偷尼这个地方 然后 偷尼这个地方 然后自己 在外面 有点能力了 有点能力了 之后 再回来 报答父母 好不好 这个 这个是路上跟我说的 我爸爸的话 他是跟我说的是 如果你在这家里面委屈了 怎么怎么样的话 那就你就出去出去嘛 然后这个爸爸来承担就行了 不会说什么的 怎么怎么样 昨天晚上 我再给我爸爸打电话了 就是我爸爸很鼓励我 很爱我这个人 其实我爸爸说了 这嫌很多很多 他说 我也知道了解你 你已经这样子了 他说 你已经 你就这样子了 但是后妈 对你这样的话 你毕竟是自己爸爸的起身 哦 什么什么样的 爸爸的起身 爸爸也不想让一个女儿 稍微去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 爸爸的意思就是 你能自己在外面 能挣一点钱了 就可以去自己 顺便也把这个币治好 把你治好了的话 你能抱一个 抱一个孩子回来 爸爸最开心 爸爸就 怎么怎么样 大师的事 就是 其实我爸爸是很心疼 很心疼我的 他的意思就是 好去外面挣钱 这个钱 爸爸来 还就可以了 加尔文 不好意思啊 加尔文 没事 阿文墨 你爸爸 我知道你爸爸对你好 因为 毕竟你爸爸是 你气爸吗 他也在为你考虑 所以说 咱们作为 爸爸的女儿 该不该提爸爸吗 你说该不该提爸爸的 其实我哭的是什么 我爸爸说了这些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心里又说不出来 那种感觉 自己有爸爸这么说的话 也是很好 阿文哥 然后 其实我昨天晚上 跟我爸爸聊了之后 我爸爸的意思就是 小妹的话 你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呢 反正 他的意思就是 他也 那边干不了的话 他也想回来了 因为那边工作很辛苦 回来的话 小妹他自己看着就可以了 然后 他意思 我爸爸的意思就是 让我可以出去 传一下就可以了 阿文哥 你跟我说了很多很多 我也知道 我也有这种想法 想走了 我觉得 在家里面的话 我不想 待在家里面了 我想 就像我爸爸 还有路神哥 就像自己的叔叔一样的吧 就像还有 直播间里面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说的一样 自己去外面 传一下 传好了 然后自己能挣一点钱的话 回来 报答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回来 自己的家里面 报答他们就可以了 还有 等我自己挣的钱的话 我可以报答 还有可以照顾 我弟弟妹妹的嘛 所以说 直播间是说阿姨哥哥姐姐们 说的也到你 这样呢 我也想过 其实我 就像昨天晚上 我真的死也不想跟你一起走 但是 我想的是 现在 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想了想去翻了翻去 我一个人走的话 我是一个女孩子 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的话 就能去哪里嘛 我想跟你一起走 但是害怕连累你 但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只能 拜托你 拜托你 你能 带我 走的话 就是能 就只能 依靠你了 外面的话 我没有什么依靠 你就是我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 我在家的话 没有一个唯一一个朋友 对我那么好的 所以说 阿姨哥 想过 我决定好了 我要跟你一起走 阿姨哥 听你说这么多话了 我 好像感觉到你好像没有安全感 好像没有 跟着我走 好像 好像不是很放弃 今天打了这么多人的面 我在这里跟你说 你放弃阿姨哥 你要是 敢跟我走 你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保护你 我都会一直 陪在你身边 还有 你 你所担心的 你说 你害怕 年龄我 害怕 偷累我 这些 我都不在乎 我不害怕年龄 也不害怕 偷累 还有你说 你不能生小孩 或者什么的 还有你说 你最早 你起码这些 我都陪你一起去做 只要你 可跟我走 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去外面 阿姨 我现在跟你说了呀 因为 我想了 很多很多事情 我翻了 翻去 我翻了 翻去的时候 其实你这人挺好的 阿姨 我跟你说 你正好 你现在在外面 那我现在 就直接来 你那边 直接过来找你 好吧 你在那边等我 我们现在马上就 我知道 你也 一刻也不想 在这里待着了 不是这样子的 那个 我是要跟你一起走 还有那个 还有 我想等我挣了钱之后 我想找我自己的亲妈 找到我自己亲妈的话 我想把小妹 给我 我妈妈去照顾 就是说 现在 我现在是这个 阿哥 不是阿姨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你也想走吗 那正好 你现在在外面没有吗 我正好过来直接见你 我们现在 就是吧 是这样子的 明天我 我能偷偷摸摸的 能 能 能走的 但是现在 那么晚了 今天晚上就 还有你 还是 明天早上 一走 就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 把身份证 拿过来 全部拿过来之后 你来接我就可以了 不是 为什么还要等明天 怎么 你只要把身份证 身份证带下就行了 那些衣服 我们出去了 这多钱了 可以再买的吗 我现在 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我害怕 到时候 你看这直播间 有这么多人 至少有黑肥存在的吗 害怕明天 他们知道 这个事情了之后 又不让你走了 他们 他们不会知道 他们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明天早上 早点起来就可以了 早点起来 然后我们明天 早上 一走就走就可以了 他们不可能 大晚上不可能 是不是 我早上 早得起来嘛 他们还没说 起来的时候 我就起来了嘛 不是 我就害怕夜长 莫多啊 莫 我现在 我可以 现在马上就过来找你了 我这边 已经在里面的县城里面了 我现在 开车下来的话 最多只需要 十几分钟左右啊 我 我今晚上就陪一下我小妹嘛 我陪一下 她肯定 肯定还不知道我要出去了 我想陪 一晚上陪着她之后 我偷偷默默的 不要让我小妹知道了 一到我小妹知道的话 我小妹害怕她 我不见了 她肯定会哭的 我今晚上的话 就 就不 不走嘛 我们就明天 明天 我就今晚上陪一下小妹之后 明天 明天 我一走就走 我绝对好 就我会走的 你放心 我不会反悔的 我知道你不会反悔 但是我害怕 我害怕以防万应呢 没有以防万应的 真的你相信我 我不会的 不能告诉小妹 对她年龄还小 害怕她告诉 告诉那个 后妈了 然后我不会告诉她 但是 我想陪她一晚上 我就早上 早上走得起来 他们 他们早上的话 一般都是 九点的时候才休息的 我就七八点 那个时候就起来就可以了 那家里面该怎么办呢 那家里面该怎么办呢 你们说 等明天 还是就今天走啊 我的想法是 最好是今天走 今天就走 但是她 顾虑到 顾虑到 家里面的小妹 还有她也 这么肯定的话 如果 我是真的不想走的话 我不会跟你说 那么多的事情 也不会跟你说这些事情 真的 我是决定好了 要走了 因为我鼓励了什么 是一位直播间里面的人 还有 昨天晚上 就是叔叔 路胜哥 他跟我说了 之后 今天我白天的时候 我跟我爸爸打电话了 我爸爸说了很多很多 所以说我决定好 我要走了 因为我 我爸爸跟我说了 他说 让我好好去挣钱 挣钱好了 把你的币支好 回来 最后把自己能找到一个最心爱的人的话 抱个小孩回来也是更好 怎么怎么样 我爸爸跟我说了很多 所以说我决定好了的 明天能走 我相信 我自己家吗 我不会 不会什么的 阿姆 当时你个直播间里面的人 都在说 今天就走 你就能不能替直播间里面的人 你今天就走 好不好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见你 我这边也下雨了 然后 我决定好了 你 你为什么 你是不相信我的话吗 我相信你 我是相信你 但是 我害怕 一方万一啊 我 不是阿姆 哎呦 你 你既然已经决定好了 要跟我走的话 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发 不要等明天了 你如果你愿意的话 呃 就是 我后妈今晚 他们 他们就是 我后妈 等一下他们要去 呃 我那边 呃 我那个爷爷 有一个爷爷去世了嘛 啊 就是 就是身体不好 你愿意的话 你就 啊 跟我一起 你住在我家里面 然后 我们明天走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 要么 要么你在现场等着 我明天自己 自己找过来也可以 这样子也可以 那你意思是今天 今天是 呃 走不了了是吧 今天找 走不了 为什么 你的你的身份证还在家里面 是怎么了 我身份证也在家里面 我身份证也在家里面 然后 又不是 又不是只有今天晚上能走 是不是啊 反正我们都能走的嘛 是不是啊 又不是只差这就晚上了 是不是啊 我们明天 一走 我一走又起来就开了 家吗 你们觉得呢 我小妹也在 还有我要找一下我身份证 还有把我的衣服也收拾好 啊 我会把衣服藏着 然后 不让我后妈知道 我我收拾衣服要出去了 我这些我都会 啊 我明天早上早得起来 然后 呃 早得起来之后 早点他 早点那个嘛 然后 又家吗 是不是 不差这一天了 我们都 我们都拖着 已经那么长时间了 又不差这一天了 我们明天 还可以 还可以走的嘛 是不是啊 那毕竟走 走的话 我都走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那我就陪一下我 我小妹 然后 我把我的衣服这些 全部收拾好了之后 就像我替你们的 把衣服收拾在外面 偷偷摸摸放在外面 之后 明天早上就起来 一走就起来 走就可以了 家门 然后我让阿安哥 来过来接我就可以了 这样是可以吧 家门 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是不是 那阿姆 户摸大山的话 户摸摸 我 我 我省事肯定 不可能 户摸摸 我都不知道 我省事放在哪里去了 哎呦 阿姆 拿到一个生物证 那 那我跟你说啊 呃 我们都相信你说的话 还有你说你今天走不了 也可以 但是明天的话 呃 我直接来你们家找你 你要是不愿意走 也得走 愿意走 也得走 嗯 你不能欺骗 我们家人 你看 现在都这么晚了 还有这么多人 家人在看着我们 呃 我们都相信你 好不好 家人们 让我们就相信他 好不好 在郭北下打两个字 相信 行不行 家人们 呃 还有 阿姆 默我跟你说 我知道我家人们 也会明白我的心思的 反正 呃 家人们 是不是 呃 我可能要走的话 可能 一直来不了 家里面了 是不是 那 我是不是 我要 我要 照顾一下 呃 跟我小妹 陪一晚上之后 我就走了嘛 家人们 又不差这一天了 反正 我走的话 我会走 我不可能 如果我已经说了 说都说了 我昨天晚上 我说 我再仔细想一想 那是不是 我想通了 我这个人 是不是想通了 家人们 对 我是想通了 是不是 阿吴默 注意想通了 对不 咱们 咱们阿吴默 你注意想通了 你看 呃 害得这么多家人们 一直都跟你说 呃 快点走 快点走 你现在 注意想通了 家人们 都特别的高兴 你看 公平上 家人们 咱们 可不可以 打两个字高兴 我确实听到你 说这句话 愿意走 这句话 我真的太高兴 太感动了 真的 哎呦 那么 你看 这么多家人们 都在为我们高兴 那我们就不能 让家人们失望 好吧 明天的万物 找找到过来见你 行不行 好 嗯 好 家人们 那就 那就你们 哎呦 那家人们 给阿文墨 送一点小兮兮啊 在郭皮上 可以打出小兮兮 是吧 郭皮上 给阿文墨 送点小兮兮 然后阿文墨 今天晚上的话 小兮兮啊 嗯 不是 郭皮下 打出来就行了 不要送你 这打出来的意思 阿文墨 然后我跟 嗯 我跟你说 然后你就 今天晚上的话 你就早点先回去 然后就当初是 什么事也没发生 不要让他们怀疑 知道吧 嗯 然后你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就早点回去 不要让他们怀疑 然后明天的话 你把东西收拾好 我早点过来见你 然后咱们就出发 咱们就远离 这个是非之地 去过我们 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然后等 我们把日子过好了 再回来 消解 爸爸 还有妹妹 好不好 好 好 那就先这样了 我就被下雨了 一直下雨 我头发都打湿了 好 那阿文墨 辛苦你了 那你早点回去 别感冒了 好 那就明天 明天我们 明天叫 我们两个 嗯 好的 明天早上叫 给阿文墨点关注 给他点个关注 然后 你们明天早上 早起 能早起的人 早点给他私信 然后早点把他叫醒 好不好 这样吗 没给他点关注 给他点关注 然后 明天早上 早点把他叫醒 我明天早下早早的 等你 阿文墨 好 嗯 好 好的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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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吧 我明天 等你 我 我先把这 跟你聊的 事情挂了 才可以 又不然的话 他们在家里面 然后要把 被他们发现了 嗯 好的 好的 嗯 那下雨 那我先走了 你们就 如果阿安哥还先直播的话 你们就跟他 陪聊一会儿 我的话就不能陪你们了 因为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还有我后妈的一个 我后妈的儿子嘛 就是哥哥 在这里 还有 还有后妈也在那边 他们绝对不可能想 不可能让我走的 因为想让 想让我还这个债 然后想让我 嫁个那个人 所以说肯定不会让我 走的 所以说 我就不能 不能跟你连麦了 也不能跟你说话了 嫁个我又不能陪你们直播了 那我就先这样了 我们明天见啊 那好的 那阿姆 你就早点回去啊 我买相机 别干 那就明天 我们明天见啊 我把那些东西烧吃好了 之后再说啊 好的 好的 我们下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空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